过过成就 印族交代我们 我们现在人没有佛报 交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二十个人 你的念佛堂不要超过二十人 大家在一起共修 忽悠成就 那不超过二十个人呢 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就够了 我们今天如果不讲经 不流通佛法 真正修行 我们这个三层二十个人够了 不过这个地方有麻烦 它是商业大楼 不能住人 所以必须要能住 能开火 有一个念佛堂 这就行 那么这是讲到 这个邪命 我们要避免 下面是邪方便 这个佛家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方是方法 便是便宜 要用现在的话讲 最适合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但是最好的方法 你不是用在正方身 那就变成邪方便 这一类事情 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没有智慧 去辨别 很容易做错事 第七个是邪念 第八个是邪定 这叫霸邪 霸邪要是除掉了 你的心就暗了 收握去掉 你心情静 霸邪去掉 你心就暗了 那么再要 把这些烦恼 习气 再除掉 心就贫了 烦恼 习气 六足大师 说了十一个 第一个 不善的念头 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 不能有 不善心 邪迷的念头 我们说佛的同学 有好奇 喜欢神通 喜欢感应 哪个地方又说 都说 你心就动了 这叫邪迷心 这叫邪迹 就祝福了 继续